謝謝佩潔帶來精彩的壓軸表演 接下來到了我們超級緊張的 計分環節 評審及我們的工作人員正在為我們這次比賽統計分數 我覺得評審現在頭一定很痛對不對 好他們跟我點頭 今天這樣看下來 哇每個都超厲害的 這是有實力的 而且抒情歌抒情歌唱跳的唱跳真的都很厲害的 然後可能 讓大家更多的看到星雲也有這麼多有能才的人 然後計算時間的時候 就讓我們評審來為大家說幾句 就讓我們主持人為大家說幾句話 就是這次是我們 我能採尼第一次當主持人 所以可能會有些做得不太對的地方 請大家多多包含 謝謝大家 然後因為最近疫情的關係 選人會有許多活動被延期 甚至是不能舉辦 還請大家多多見諒囉 然後 然後在這個 就是在等評分的階段的時候 我來為大家現唱一首歌 因為聽說 瑞璇她很會唱 她被人來參加比賽都太可惜了 我不是很會唱啦 只是喜歡唱而已 那你有沒有想聽的歌 那就剛剛的那個想見你好了 好那我來唱一段喔 想見你 只想見你 未來過去 我只想見你 穿了千個萬個世界 想你 人海裡相依 丟起了邏輯心機 推敵愛情 最難寫的謎 會不會你也和我一樣 在等待一句 我願意 哇 超會唱的 她在比賽太可惜了 好了 現在就先問一下評審 OK了嗎 好 那就先請主任來為我們致詞 歡迎主任 主任致詞 歡迎 好 今天很特別 是我們的這一個 心靈之心的這一個歌唱的現場 那我想今天 我們這個過程裡面 是經過的這個出賽 一直到今天 我們校棄來辦這個決賽 那我們非常謝謝 我們學生自治會 其實我想要辦個比賽 要非常的用心 來去做一個規劃 那因為整個這個疫情的關係 所以的話整個 我們進行的方式 跟網友都不一樣 那所以的話整個這個更需要 這一個很多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投入 當然整個過程裡面 也許還有可以再進步的空間 但是我相信我們學生自治會 真的是花了很多的心思在上面 那也希望我們所有的老師同學 給我們學生自治會 一個最大的鼓勵 給他們一個支持 也讓這樣子的一個學生團體 能夠在學校 以這樣正向的一個力量 來跟學校跟同學之間 能夠去做一個這樣一個媒合 讓我們整個在學校的一個活動裡面 能夠更加的這樣子的一個順暢 也是更加的一個 這個多元的方式來做呈現 那今天我們在最後決賽 也特別邀請我們校內的 三位的專業的 尾婉儀老師 貝富奇老師 還有黃詩穎老師 來擔任我們今天的這個評審 他們相當的辛苦 要能夠在這麼多優秀的同學裡面 再去做這個成績 做舉選出來 我想他們也很掙扎 那我想今天的這個過程 我們就靜待這個成績的揭曉 那也祝福我們所有的這個師生 能夠是健康平安 那我們校氣我們學校 幸免效益昌隆 這樣子 謝謝大家 我們謝謝主任為我們支持 然後現在我們要有請 今天最辛苦的評審 來上台為我們講評幾句 好 首先先歡迎我們的 魏福奇老師 歡迎 歡迎老師為我們上台講評 老師今天很帥 才穿西裝特別的帥 謝謝你 呃 當評審我不是很長的事 對 然後那個 但是看表演是看滿多的 呃 我覺得一個表演啊 其實你應該要去想說 你今天在舞台上 你就是要給非常多人看 那應該是很正式的 那我發現 其實啊 我知道大家都非常用心準備 那 但是有一點可惜 有一些小孩 我覺得你們 呃 好像沒有把它當作是一個 要 非常正式的別人在做的感覺 我覺得有點可惜 那當然啊 就是我們每一個啊 就算我們評審也是一樣 他其實大部分都是主觀意見 那你當然可以去聽聽啊 如果你願意修正的話 那當然對你來說 或許對於將來 如果你真的 對於歌唱很有興趣的話 我相信應該會有一些幫助 那 但是 你當然也可以覺得 因為我們現在是各自小眾多元 那 各自的特色 那你可以找到你的群眾 找到你的觀眾 那當然也是你的福氣 那 呃 我簡單講一下 就是 我這邊稍微有紀錄的 呃 比方說 我是按照那個順序喔 像饑餓你的孩子啊 我覺得你們唱了一個很難的歌 呃 他其實不是很好詮釋 我相信在KTV上一定全場歡呼的 但是 有點危險 因為你要唱得非常準 你節奏要抓得很好 那個才是一個 可以 被公平的一個大表演 所以說 我覺得 你們以後可能要想一下這個問題 那 Rap 其實唱得 還 還OK啦 但是你知道嗎 就是 你只要有一個部分唱不好 那 你好的部分就已經不見了 這是我的感覺 然後 就會爆掉這樣子 因為那節奏很難抓 那 這個 音樂餅的部分 呃 唱得 滿好的 但是 我覺得唱得 變得沒有自己的特色 然後 拿手機的部分 我會覺得 有一點沒準備好 雖然可能 欸 就是 就是 我不曉得一直看的感覺 我會覺得 就是 沒有很好 那你唱得滿好的 但他後面有點 你不曉得為什麼 那 音樂餅 也是一樣有這個 看 對就是就是 我覺得好像沒有完全準備好的感覺 但是他唱得比較有自己的特色 但是 層次上 好像少了一點 我是這樣記得 那 音樂餅的 孩子 有一些音準的問題 然後 不曉得為什麼 那唱歌 你們有些颱風 就是前幾個 有一些颱風好像 欸 就是好像 上面都晃 沒有感覺 就是 我覺得 要再練習一下 然後 我這邊記錄一個很好玩 女生好像在笑男生 他一直在那邊看他 那男生就很緊張 然後都不願意看他 對 我感覺就是 應該要練習一下 如果是一個對唱的話 我覺得應該要練習一下 練習一下彼此的互動 沒有問題 嘿 那 後面當然想要有一個高潮 但是似乎聲音太大 對 那 高一丁的 孩子 我覺得他還不滿好 而且他 我是第一個 就是前面這樣唱起來 第一個讓我覺得 他在表演 他在表演的感覺 所以開動很好 那 有點可惜 因為他那個歌也是不好詮釋的 所以說有非常多的轉音 那 一樣 一個歌曲 那個 技巧太難 就是 人家覺得說 你很厲害 但是你一旦 一個失準 也是那種直接薄的感覺 所以說假音有一些部分轉得沒有到很好 我想他自己應該也知道 那高一幕的這個小孩 對 台風不錯 我覺得他很有特色 他做個人風格 然後他唱的歌也不好唱 那他一開始的時候十五了就有點可惜 但是他其他的部分 他唱歌 會有敲到人的感覺 好 那 我覺得 整體上我覺得唱的真的蠻好 那 高二筆的這個孩子呢 邊唱邊跳 非常不容易 三二筆 對不起 三二筆 很難 對啊 但是邊唱邊跳 肺活量夠 就是有時候還有麥克風拿的 然後還有那個節奏 我覺得它是一件難的事情 但是難的事情 一樣 一個表演 當然是要受公平的 所以說有一點 我覺得有些部分 我自己覺得 我覺得有一點可惜 要不然 可是 我就 有那種什麼姐姐的感覺 謝謝老師來講 我們可能會覺得 你會 讓我們有一點 感覺你準備的不夠充分 所以 我覺得這件事情 還是應該要避免它 然後你上台 就要讓人家覺得說 I'm ready 那 你也可以比較全神的去投入 在你的歌曲的詮釋上面 我覺得你會更抓到我們的一個共鳴 好 再來 我們可能各種 我覺得都各有特色 但是有的組 他可能就是 有幾組是兩位同學一起唱 那我覺得你找你的搭檔就蠻重要的 因為有時候就是說 兩個人的特質會有一點落差 然後從講唱完接到底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會有點堅強的 不太順 或是說 他們兩個聲音合在一起 你就會覺得 不是那麼的合到很match 這樣子 但是 這一組應該是 就是高二以高二丁的這一組 第八組 我覺得很不容易以他們的年紀 而且又是一男一女 然後他們的聲音音色是很和諧的 當然在中間可能也會有一點小小的瑕疵 但是我覺得 以這樣雙人的搭檔 他們的表現裡面非常的難難可貴 就是在很多聲音的和諧上面 而且他們感覺上是默契挺好的 但是在節奏上可能再加強一點 有時候在閒階的時候可能會慢一點點 或是稍微有一點出入 這是覺得比較可惜的地方 像一一角的同學 我覺得他唱歌的聲音 其實是讓人家覺得很舒服的 威威到來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 他可以再多加強一下他的特色 讓我們覺得說 他的情感收放 有更大的一個對比 那我覺得 對他一定是一個加分的效果 那 有些同學會戴著口罩的上台 我覺得 既然你 你唱歌的時候 我沒有要戴口罩 口罩的拔像 我覺得在那個 觀感上面 更能夠把你的臉 呈現得更完整一點 那在那邊有一點像障礙物 好 所以 還是提醒一下 因為現在比較特殊 大家可能會有一點忽略 這個 音影的同學 我覺得他的聲音也是挺好的 他在唱的時候 就是在節奏音準上面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然後我覺得他的歌聲的感情收放上面 也是蠻 Range比較大一點 那 就是說 感覺上 他的表現是還不錯 第二組 我們的應義秉同學 男生 第二組 其實他的聲音很乾淨 我覺得他音色很棒 很棒 但是就是說 聽起來一直很美 但是這個 對比的層次上面 就會有一點覺得稍微不足 但是我覺得你的聲音真的很漂亮 老師很喜歡 彈吉他的這位同學 是覺得很棒 因為你可以自彈自唱 就是 而且是不插電的 所以我們有透過麥克風 那不需要用那個 就是你本身能夠有這種才華 然後再加上你的歌聲 情感的表現也蠻有特色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也很看好 這位同學 那因為有這麼多同學 那老師也不想說 主義的來講 可是我覺得 整體上今天的表現 都是很好的 那如果今天是第一次上台 然後比較沒有經驗 你可以報名下一屆 下一屆還會有嗎 要看學姊妹的 我覺得 我覺得 剛剛學姊說 要看學姊妹的能力 我相信潛能是被激發出來的 然後有這樣的舞台 把你的自信 然後把你的才能 展現出來 我們都很期待 那我們期待下一次囉 謝謝大家 謝謝婉怡老師 為我們的獎品 然後接下來我們請 詩穎老師 為我們做獎品 歡迎 歡迎 前面兩位老師都已經講評得非常完整了 那我這邊就是簡單再補充說明幾點齁 我先想要先稱讚一下學生支持會 我覺得這個活動真的很棒 那希望不要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 如果可以持續辦的話 感覺這個報名可能會越來越永遠 今天的這十組讓我非常的驚豔 因為好多聲音都很棒很乾淨 很宏亮很好聽 那可是我覺得大家要注意歌唱比賽的幾個重點是 第一個你拿著麥克風 你拿著麥克風你的所有呼吸咬字 跟你吞口水 跟你的所有喚氣 都是被收得很清楚的 那你真假音上面的轉換 甚至到高音 很多人一到假音的時候就會突然很爆 這個時候你就要練習怎麼去使用這個麥克風 有些人很緊張 麥克風就會拿得很緊很近 然後去卡在這裡 那到了假音的時候突然爆開 他不會懂得收 所以到尾音的時候就會收得不是很好 有時候那個失誤就會非常的明顯 那另外要提醒的是男生的部分 男生因為有喉結的關係 每一個人變身的狀態都不一樣 所以會導致咬字上面 要比女生更用力才會更清楚 不然有時候男生的第一 就會一直壓在喉嚨一下 那就會讓人家聽不清楚你在場什麼 所以男生這個部分可能要特別留意 有些同學我覺得很可惜的是聲音很棒 可是選歌選的可能不是很適合你 比如說第二組的音二語 林軒易 這位同學你們這首歌其實很OK 可是這個key可能不再適合你的這個key上 所以會變成你發現你一出錯的時候 後面準備就亂掉了就很可惜 但是必須說你們的聲音是都很OK的 但是兩個人一起報名上台 有一個很大的重點是你們要培養默契 不能兩個人在上面 你唱你的部分我唱我的部分 兩個人起碼可以有點互動 你們的情感跟每一個樂句要詮釋的東西 才會搭在一起 所以剛剛好幾組兩個人一起上台 看起來都很陌生的 那個默契都不是很夠 好這個看手機這件事情對我來說我覺得非常的嚴重 就算主辦單位說OK你可以看歌詞 但是你自己對於參加這一個活動是什麼樣子的認知 你是準備好了站上來 站上來的這一刻你的颱風就已經佔了一個第一個部分 所以如果你手上一直拿著手機 他可能給你一點安全感 可是他完全影響到你的颱風 跟你專注在怎麼唱接下來的這一句的詮釋的東西上面 就會讓你的表演不夠專注 其實很多同學剛剛的表現都是很穩的 但是都有一個重點就是你們都不專注 像有時候不小心工作人員在旁邊去處理什麼事情 馬上你就你就恍神了 那一句可能你本來可以修飾得很好 結果那一句就失誤了 我覺得商二秉這個同學唱跳讓我非常的印象深刻 我覺得是很勇敢很勇敢的一個表演 因為唱跳他真的不簡單 所以你會發現後面你的換氣非常的喘 然後音準就完全沒有在音準上 可是你跳得很用力 所以我覺得你願意報名這個東西 然後用這一首唱跳來 來進行比賽是很棒很勇敢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希望有此機會 下一次你如果還要再報名的話 你可能就知道我唱跳我還要再準備哪一些功力 等一下等一下 那個 呃 很多同學非常的穩 可是我覺得大家現在少了一點點就是情感上面的詮釋 你們唱出來的歌聽起來都非常的深意 就只是把旋律唱出來 然後把音唱準可是都沒有情感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這個情感也跟你們在台上的專注力有關 就是我剛剛提過 當你今天專注的時候 你就會思考這個歌詞跟這個旋律 你要怎麼去詮釋 這個高音你要怎麼去拋 這個低音你要怎麼去hold住 所以我覺得希望之後 之後大家可以繼續辦這個活動 然後 愈來愈多人報名 就可以愈來愈進入大家這個部分 好謝謝大家 謝謝老師 前面都沒有指導 好來快快 以上謝謝我們三位評審老師為我們的講堂 謝謝老師 然後現在呢就是我們要公布成績的時候啊 超緊張 可是我也好期待到底是誰會得獎 第一個我們要當的獎是初賽MVP 初賽MVP就是雖然沒有進入決賽 但還是在初賽時得到頗多票數的參賽選手 有關二秉謝紫瑜 高一甲黃怡飛魏宇凡 以及高一怡林士琦 我們請請請請請請給 neck 祖恩來幫我們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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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姊姊們 謝謝德獎的同學 接下來我們要翻發的是 今天的第三名 第三名 那就是 一高熙 恭喜他獲得 我們第三名 我們請福奇老師來為我們頒獎 謝謝福奇老師來幫我們頒獎 接下來我們要頒發第二名 第二名就是 讓我們恭喜 高二隱 許安竹 高二隱 洪濟平 恭喜他 那我們請世音老師來為我們頒獎 謝謝世音老師也恭喜得獎選手 接下來我們要頒發今天的最大獎就是我們的冠軍 到底是誰能獲得我們的AirPod呢 還有 他給獲得 心靈之心總決賽冠軍 那就是 高一霧 張詠傑 讓我們頒獎 我們請馬尼老師來為我們頒獎 來為我們頒獎 謝謝 我請傾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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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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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拍一張